这是在开罗市的最后一餐 下午是烤鸡 晚上是撒杯鸡 哈喽 这就是开罗的 所住的酒店 今天第几天呢 先是进入第八天 第八天啊 这是 开罗的Internation 还有我的Intercontinental Resourge 这里是 Intercontinental 这是酒店的外面 庭院 漂亮的泳池 没人游泳 为什么呢 因为泳池里面的水是冰冷 来 这里虽然是比较多 但是圣诞节的装饰呢 一栏要是三栏 这里就是我们早餐享用的地方 有各式各样的食物 有各式各样的地方 经过了两个小时的车程 200公里的路程 我们已经从开罗来到了阿利桑大 那这里啊 是埃及最大的港口 也是埃及全国第二大的城市 是一个在地中海沿岸的城市 是地中海著名的避暑圣地 那这个阿利桑大就夹在欧洲和非洲之间 在2300多年前啊就已经建立了 曾经是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的首都呢 那阿利桑大美丽的地中海风情就被评为是埃及最美丽的城市 古老与现代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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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伊斯兰习俗与西方文明交织在一起 现在我们在阿利桑大吃午餐 海鲜大餐哦 来到阿利桑大当然不能错过这边出名的海鲜啦 而且是现点现煮还现吃呢 好吃真的好吃啊 我们来到的这一间海鲜餐馆啊 它除了食物好吃 景色还特别好呢 因为它就在地中海的岸边 那透过餐厅走出去就可以看到美丽的海景 这里是什么海 地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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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阿利桑大的城镇 这边呢就是地中海啦 地中海呢 为什么叫地中海啊 因为它四面被那个陆地包围 中天是海 这里呢前往西拉呢只需要两个小时 如果呢前往意大利的话呢就要做三个小时的飞行 这就是出名的地中海 四面三面被那个土地包围的一面是陆地 一面是海 所以明白地中海的来源好不好 吃饱啦 那我们现在来到了罗马地下陵穴 那它是阿利桑大古城的一个古迹 而且还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 那这座陵墓啊 它有1900年的历史了 但陵墓却在建好的200年后就消失了 然后一直到了1905年 也是最近才被发现 才开始进行挖掘工作 那陵墓的面积啊非常的大 那它所采用的建筑材料也非常的奢侈高贵 这是罗马地下墓室 但是这里很深哦 已经是地下30米了 但是这个是一个保存完好的古老遗址 那我们在这座地下陵穴啊 就好像是一座很多层的迷宫 转来转去的又黑漆漆的 那这个地下的通风不是很好 这个比较大哦 这是给大人物的 这个一共有三层的地下陵墓啊 它是从古希腊 罗马时代以来最大的墓穴 是埋藏了几个世纪的古迹啊 也融合了各种不同的古代艺术和文化 它是米吗 鬼头啊 有的都平了 有的 包装 一号 这一席 是唐饼私主 什么主 唐饼私主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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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